高鐵香港短9月23日通車 港珠澳大橋這個星期三就通車 而我們的三跑工程也是正在而火如途進行中 這些重要跨境基建設施的相繼樂成 對提升香港在區會裡面的人流物流服務樓的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值得鼓舞 主席亦因為港珠澳大橋開通在職 但實際上我也收到不少查詢 究竟如何操作不同的車輛、不同的旅客 究竟如何利用這條大橋 在香港的訊息是很不清楚的 包括原有的中港車牌私家車 是否真的可以不需申請任何東西 可以用港珠澳大橋 何時才可以用等等 這些訊息就非常混亂 有很多根本就欠逢 雖然這個未必是牽涉到政策性問題 也是操作上問題 但因為開通在職 市民都很心急知道的 給時間局長可以簡單回應一下 多謝盧議員提問 就著港珠澳大橋開通初期 我們考慮到大嶼山北面的公路 它的車容量 以及確保由市區去機場的交通暢順 所以在初期內 我們進行一些交通的管理措施 其中包括兩地車通行的安排 我們在第一期內 第一個階段 發了五千架的港珠澳大橋 兩排車的使用安排 其後會視乎交通的情況 增發三千 以及其後再加二千 在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 就是盧議員剛才所說的 擁有其他過關的兩排車 可以在港珠澳大橋 試用有關的通關安排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相信都需要幾個月之後 才可以做得到 那個情況就是說 在這個 有兩地排的私家車 在我們的紀錄有三萬多架的 所以那個發放和使用 需要有秩序去管理 因為現場來說 我們是青馬大橋 和大嶼山北邊公路 其實是對香港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尤其是對我們機場的運作 我們說機場 每年有七千三百人流 來回 而且我們說貨運 其實是超過五百萬公噸 佔香港的貿易價值 是百分之四十 有多的 所以變成在那個 在交通管理 我們需要做好有關的工作 多謝主席